投資長你說台股會反彈就真的反彈了耶 果然跟著您就對了 怪不得我們的標股真的很標 世界是再創收盤價新高 還有星雲跟信心都一路走高 上漲都快要到漲停板了 好厲害喔 還有00940之光就是我們的群光了 今天上漲快要3%是成分股裡面最厲害的 但想問投資長 你說紅海是一路的在漲 但是要買紅海嗎 還是00940成分股裡面的小紅海啊 我告訴大家答案 如果你有紅海的一定要虛報 因為他可能再漲個100元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從管達的故事告訴你 可是沒有紅海的 我告訴你 找00940成分股之中的小紅海 什麼是小紅海 你以為00940之後是前十大成分股嗎 還有一檔小紅海可能早就列入了 你不知道 這什麼標股 這所有的標股 通通在今天榮耀花錢 一聽就知道 真有道理你一定會買它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花耳街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花耳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18號台股上漲197點 收在19879點 上週五美股受到私物日的影響波動劇烈 科技股承壓四大指數全數收黑 台股則是在台積電上演苗田喜的激勵之下開高 紅海聯發科聯友台達電扮演撐盤的躍角 重建股持續的發威中小型股表現活潑 也帶領台股重回19800點 也站穩了時日線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常常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獎好 Coco各位們大家好 哇台灣股市今天要大漲喔 我看200點有沒有開心 有 這期會不會賺多少點呢 我們這期會會也好開心喔 很開心啊 因為動質你其實 你這個100點就多少你自己看 就2萬塊啦 你10口你就是20萬啦 是不是你天天這樣做怎麼辦 而且重點是好多股票 今天紅海要拉 拉 那我今天標題很聳動啊 因為紅海漲那麼多還能買嗎 可以嗎 還是買00940成分股裡面的 小紅海 哇 投資產這標題我好想看 嗯 又有紅海 又有00940成分股 今天00940新聞出來了 1700億 是啊 台灣 第五大的ETF 還沒升 你升的時候是幾克 我升的時候3200克 不是這樣講你還沒升啊 你媽升你的時候3200克對不對 對 我3800克 還好還好現在5-6000克的 那台灣50 這個不是台灣50 這個通常是 譬如說通常是3200克或3800克 就算不錯的正常的嬰兒 嗯 是不是 嗯 那ETF規模通常其實500億就算厲害了 結果一出生就1700億 代表等同媽媽一出生 就生了一個8000克的小孩 哇 舉一 懂嗎 生了8000克的小孩 那種感情你懂嗎 我舉這個例子你就聽你懂 大寶寶 那這1700億我怎麼吃他豆腐 全台灣我最專業啦 對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好不好 來 好 真的 妳來講一下 好的 像今天的台股呢 果然就是被投資長所預測到了 說台股今天會翻攤 真的耶 還有呢 上週五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吧 台股在沙尾攤的時候 投資長就告訴我們說 不必太緊張 果然還是跟著投資長操作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台積電 果然就如投資長所說的 是最純正的AI股 今天上演秒天息啦 那相關的概念股呢 像是我們的星雲 非常的強 今天股價 對上漲快要9%了 還有星星今天是一路走高 也是上漲快要9%了 而且是超過9%一度快要漲停囉 是啊 台積電概念股是不是 對 還有中華感覺就快要突破前高了 今天上漲也是快要7% 原來也是啊 中華要漲那個ET最開心啊 因為他可以取代小韓 因為小韓就沒那麼重要了 就可以唱那首歌了 好 你說 是的 還有元泰也是一路漲 今天也是上漲快要半更停板 還有我們選到的00940成分股 真的是00940之光啊 群光已經連五漲囉 今天上漲快要3%了 那是成分股裡面 我是不是有說過 成分股裡面 那時候大家不是說 哇買了 我開始說不要亂買 我就買成分股 然後很多人就話題就把我的新聞 一直上熱線你知道嗎 上那個熱播 然後就有人說 哎呀那就不要買00940 買00940傻瓜是笨蛋是白癡 我說不是 你只要借掉那些習慣 你不要短期投資 你是要長期戀愛的 對 是要跟他長相失守 你就可以賺到錢了 如果你是要短期投資 那你被人家宰來當韭菜是可以的 你看嘛 很多人在罵的時候 你看只有一膽群光在漲 的確很多膽股不要被他罵下來了 可是我說這個時候反而要吃便宜 吃他豆腐的時候 而且可是最強的群光 你要注意就你看 反而是群龍之手群龍之光 真的 你看 可是很開心 很開心 你去說 他真的是成分股裡面最厲害的 另外還有世界 今天是再創收盤價新高囉 今天上漲也快3%了 但最後想問一下投資長 00940 今天的成分股開始採買了 這個ETF豆腐還能吃嗎 那要吃到什麼時候咧 就是吃啊 通常是10天內嘛 他那麼多 說老實話啦 有些快一點 可能5天8天可以買完啦 他這麼多沒辦法買完啦 等一下就看到投信就買超很多了啦 1700億 這幾天投信都要買超 因為都要買了啊 1700億分10天買 每天170億是不是 所以你告訴我股票怎麼跌 你告訴我股票怎麼跌嘛 跌不了 我就跟我說了 生小孩一般3000公克就很誇張了 他生了一個8000公克 9000公克 一還沒出生就巨嬰了 是不是 會不會難產 不會 政府在導引他 你懂不懂 我跟大家講 你不用擔心 我跟你講 當大家都說你是韭菜的時候 你反而不是韭菜 當大家覺得你一定會賺錢的時候 你才真的會變韭菜 你知道嗎 只有人性啦 你知不知道 所以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我不去吃話不去馬好跑 我先跟大家講 還有什麼 來 我先來跟大家講 我快速一下 不是要做生意 我不需要 全台灣最紅的是我 你不認識澤澤 那你絕對是果汁菜鳥 是的 我們來看一下 恭喜群光有沒有看到 有 5% 星雲賺36% 有沒有走 沒走 見準5% 就隨便講一下而已 沒時間 現在沒有時間跟你做生意 星星又賺7% 你看今天一堆簡訊 上禮拜悶很久 今天給我一次反敗為勝 中華 元太 世界 是不是 我沒有紅海 我老實跟你講 我沒有紅海 我就在當個老師 那我想不想買 我真的想買 可是現在一直漲一直漲 我就看看 可是我可以買009-0成分股00小紅海 有紅海的人 一定要續爆紅海 沒有紅海的人 我推薦你要買 紅海集團裡面的小紅海 是什麼 等一下跟你講好不好 是什麼 等一下跟你講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收多少 197 對不對 19879 19879 對 等於最高是19879 對 最高 史數也說19879 什麼意思 收盤收最高 收盤收最高 我們看一下期貨空單 今天加了1300口多單 空單來口數來1萬口 還算正常範圍 所以換句話說什麼 換句話說 其實這邊就是瘋狂的股市 你知道多瘋狂嗎 多瘋狂 可可 我問你一件事 你讀什麼高中 你還要想一下對不對 我要想一下 我跟你想一下 我也是畢業很久了 你知道現在多誇張的是 我一堆親朋好友 全部來找我 哦吼 全部來找我 很多人問我 欸哲哲一天我怎麼看 哲哲那紅海怎麼看 哲哲台積電 早就來聽你的話 我一堆好朋友 十幾年沒見好朋友 通通來找我 我跟你講 我本來還不知道我讀什麼國小 打電話給我 欸 因為我電話其實都沒在換 欸 欸 欸 投資長你好 我是你文差國小的同學 我讀這個國小嗎 哦 突然想到了 哦 上次讀這個國小 人家問我這問題的時候 是那個 信用卡公司啊 嗯 信用卡公司不是問你一下 欸 投資長我是你文差國小的同學 好久不見什麼事 那個股票可不可以買 那個股票可不可以買 我就想說我要講那種介於會員 跟不是會員中間的答案 什麼意思 會員當然要講很仔細啊 不是會員可能都不能講啊 那好朋友稍微講多一點點 你懂嗎 嗯 我看韓情熱不熱 熱哦 我跟你講這十幾年前朋友都來找你 真的熱不熱 真的很熱 很熱 可是在剛開始 因為泡沫 不是你說泡沫就泡沫 泡沫還會自身一陣子 哦 自身一陣子這不行再帶你走 而且你買ETF 河來泡沫 我再想告訴你大家這個事情 等一下可以看數據 知道我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看十幾年前朋友 欸什麼國小什麼國小 我根本都忘記了 蛇蛇不是萬本 是太久的事情 嗯 我跟你講 行情啊 再漲到兩萬五 我告訴你 蛇蛇告訴你歷任的前女友們 都會很快回來找我 哇 來找我不是幹嘛 欸 也不是叙叙叙 可能是我的股票 欸 我祝福我所有的朋友們 朋友們 大家都安好 我是祝你們賺錢 我知道你們都有看我節目 我也祝你們賺錢 好不好 希望你們開心就好 真的 我跟你講這個行情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投資長我也要跟你說一下 我最近也有很多朋友來問我說 欸到底要不要參加投資長的會員 要怎麼加入啊 他到底可不可靠 那當然可靠啊 真的看我這樣講也不誇張 但我要跟你講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聽了不要嚇到 嗯 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呢 已經匯款了 但是呢 他在匯款之後才打電話來問我說 請問投資長有沒有貸鈔股票 問我有沒有貸鈔 我說沒有啊 他說那怎麼辦 完了 完了他朋友的朋友已經匯款過去了 匯多少 50萬 啊小資族 啊這樣子匯50萬 我只會收你這種顧問費 嗯 收你的顧問費你懂不懂 你懂嗎 收你可能10% 5%的顧問費 那是一個金額啦 我不會叫你要全部的金額 而且我哪有時間做代操啊 對啊 我哪有時間做代操啊 你要我代操很簡單 你可能要好幾億資金啊 好不好 好幾億資金這個才可能考慮一下 可是基本上我目前沒有考慮這件事情 是 因為我帶會員都來不及了 對 就算你有好幾億好幾十億的資金 不好意思 我的會員朋友們全部加起來還是比你多 對 這個不誇張 你可能覺得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外資買 欸欸 我利不利害 蛤 2點56分 投信買超幾億 132億 我剛才不是說每天要買150億嗎 我不是要跟你講嗎 是 欸我先講的 你看現在2點57分 你自己看喔 我沒跟你胡扯 來看一下這邊 是2點57分 對 是不是 3點57分 3點57分 所以你看喔 1分鐘前你看 我看我自己多強 喔投信買超概念股 就00940啊 00940就買成分股就好啊 你懂嗎 還有人說買成分股不好 我看網路上 這講什麼字 為了反而反 說成分股漲下去以後 那就殖利一低 我說我先賺這一波先佈局的嘛 對啊 他就得佈局啊 漲一波至少漲2-30% 2-30%我真的把它賣掉 我沒說我要放天長地久 對不對 所以這邏輯都不對 所以很多人只看我節目 然後反對我的想法 然後看有沒有點閱率 跟邏輯完全不對 所以你要找邏輯最好的 可是從小到大 什麼車驗滿分 我告訴你邏輯最高 我沒騙你喔 我不算那種正統理科出身的 你知道嗎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去考軍 去考什麼 考那個 就簡短講 那時候考那個 預官啦 預官喔 計算機概論 然後預官的以外 我考的那種什麼計算機概論 這是邏輯的嘛 就0跟1啊 對 我考的旁邊坐 住我旁邊的什麼台大志工所 研究所的 板手還高 我也只準備一個禮拜不到 因為那就選擇題而已 我就考0跟1而已 這個不用湊眉 這個不是事實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哲哲的 哲哲雖然過動了閱讀障礙 可是這方面邏輯 絕對比比較好 所以你要看哲哲 為什麼 你可能覺得太臭屁 那沒關係 你看一下哲哲 188%報酬 這個去打定一下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個結論好了 這個我不要臭屁啦 還是要臭屁一下 因為外資投資買超130而已 不就00940 你是不是明天變新聞了 這每次講的都變新聞了 是啊 我就說買成分股就好了 那你告訴我成分股怎麼會跌 他是只能買這些而已啊 是不是厲害 他就只能買這些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折粉要站出來 站出來 真的要站出來 好不好 站出來 所以我是不是說 我是不是說上禮拜留言怎麼說 加940 台灣台股要散展要靠00940 對 一堆人罵什麼940 我一開始說你不是 我也罵 可是我罵他是你要了解正確觀點 不是不能買啊 這叫一把刀 一把刀拿起來 我沒有刀 那個抓 抓癢的 一把包拿起來 好的刀就可以那你怎麼樣 就是那你可以鬼斧神功 你切什麼肉都很好吃 不好刀你就拿來殺人 就這樣子啊 所以你怎麼利用他而已啊 你幹嘛 怎麼利用他而已 你懂不懂 對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 我告訴你怎麼成為一個鬼斧神功的大師 嗯 你跟著我 你跟著我就可以成為大師了 對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要找不一樣的分析師啊 我真的很開心 我現在講這個標題 你這個留言一下說 哲哲是不是有講過 嗯 是不是好 所以 那我跟你講啦 現在規模啦 哦 來 哲哲是三科啊 三科沒有讀計算金概論啊 沒有啦 哲哲是那財政的 沒有啊 不過學歷也不重要啊 哲哲是我 同學裡面 財政大同學裡面 你其實是混最好的 重點是努力啊 對 啊你以前要考 可能很多人考大學考研究所 你讀個一年兩年就很久了 不好意思哦 我研究股票 研究這二三十年 數十年五一日 我六日都在工作好不好 加168更值得更大事 不用不用不用 我來跟大家講 加1700 1700 好 加1700 等一下 加1700 00940 買 買超台股 讓我想一下 00940 買1700億 讓台股 上兩萬 不會太長 不會太長 00940 買1700億 讓台股上兩萬 可以嗎 會太多字了 你覺得會太多字了 等我一下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加1700 對 00940 買1700億 台股上兩萬 台股上兩萬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00940 買1700億 台股上兩萬 好不好 OK嗎 好 來加1700 哇你很快欸 瑞德 你很快欸 stupid 不是 是魷魚還什麼的 好 忘記了 什麼東西啊 Wedermist Squid word 我根本不知道 00940 這個不要用中文 用數字叫啦 00940 你買1700億 但台股上兩萬 嘿 我是不是說 你看我說我喊話是對的 你不要以為亂說 那你剛才是不是覺得 臭屁什麼 什麼計算機概論 什麼考的那個 你不聽就算了 沒有關係 按我們講數字好不好 是不是會說話 今天點閱多少 2000多人 直播人數喔 很多人是直播人 不要說直播人數 很多人點閱率 都不一定有2000人 是啊 是不是 好不好 但是我們要批評誰 這不重要 我再告訴你 不好意思 真的好多字 麵包超人 哎呀 麵包超人 那你複製貼上碼 我教你 好不好 複製 欸不能複製嗎 Ctrl C啦 Ctrl C 然後再Ctrl V 欸不行 我們來做比較事 不行 好啦 沒關係啦 加1709是你買1700億 那臺股 你怎麼不想 他就買那麼多啊 對啊 如果買100億啊 是不是 投信是不是很厲害 我是預測 你看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真的很誇張嗎 就是 真的很開心就是說 剛才就是說 畫面先給我 我看一下 我剛才 我剛才就是投信買超130億 你看 投信買超130億嘛 對 哇 就只是講得很實在 很厲害啊 是不是 降回波債嘛 波動不是很大 是 2萬點 你看隨便一個 5%一下就 就100點了 1%就 0.5%就100點 1%就200點 是不是 是跟大家講 慢慢跟大家講 OK 問最好也不是重點 我雖然同學那邊最好 我也沒有要跟誰比較 我是要告訴大家 我 之所以我能成為現代 是因為我喜歡這份工作 你找一個投資顧問 你不是要找一個最認真的嗎 不然要找誰 你要找一個 連分析是考不上 他每天給你收錢的嘛 我真的 我真的不喜歡 雖然我覺得這樣會得罪人 可是我覺得 這不算得罪人 因為我覺得有點過分 因為他們現在 你看 關注財經網紅 誤導有沒有看到 基本會三管七下有沒有看到 有 我問你一件事啦 他們明明就是給你 搞訂閱給你們賺錢 還不從股市裡面賣知識 你有本事 你就是好我靠股不要賺錢 OK 那都靠股不要賺錢 OK我沒話講 你不要 又收韭菜的費用 又收賞物的費用 是不是 在他們原意你要吃韭菜 你會覺得很好騙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 連分得清楚合法不合法 都分不清楚 我都不懂為什麼你要找不合法的 我問你一件事 說一個人是股市天才 結果連個分析師考不上你 就是股市天才 不是 你怎麼會相信 明明金管會就是規定 只有我們這種分析師 而且在同工公司上班人 才能收費 然後沒有斷章取義的方式 然後跟他說 我沒有給你投資建議 我只是什麼費用 我只是什麼費用 還不是給你收錢 那一大堆人都被告上法院 不然就問他 你有沒有給我建議 他就說沒有 那麥可你建議幹嘛要跟他付錢 說我不屑 你看關注財經網紅誤導 我說真的 你可以不停地來摩爾 你可以來別家 你們這樣子賺這些錢 不會比較多 真的 我們摩爾隨便便便 很多人就連心幾千萬 我講真的啊 我講真的啊 我說很多人就 一個月就多少 只有三千五百萬 兩千萬 我不是陳昱老師 第一個月就一千多萬 玉凱就兩三千萬 是不是 是的 我講的是說會費啦 會員 那你看多少比例嘛 這是秘密我就不講了 只是連心千萬是很沒問題的 對 在某我連心千萬叫做 那個 正常 正常 小咖 在講會很討厭 我說分析師啊 對 正常小咖 可是他們樂意單中小咖 在講會 為什麼 你在別的地方大咖 可是你反而賺的沒有這邊多 你懂不懂 我以前小咖這樣不尊重人家 應該說正常嘛 正常的 有可能是平均值以下 可是來這邊都賺到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最近運動團隊啊 嗯 最近運動團隊啊 你說不論是我 我整個運動團隊 我整個公司的人 基本上待命啊 對 你信不信我凌晨12點 我跟那個比如說後製團隊 我都還通電話 相信 我以前是假日啊 而且不只一次啊 從某個開業到現在 我至少 禮拜天深夜 然後 深夜 然後至少打電話給 比如說 給比較高階的主管 我至少打了至少100次電話以上 哈哈 好 可可我常常留言給你們吧 可是我不會叫你回來 你知道我什麼嗎 他打了我嗎 對 因為你是女生 第二個你領的薪水沒有那些出版多 領多少錢做多少事 我很實在 好 好啦 扯遠了啦 關注財經網紅誤導 今晚會三款旗下 強患一天不見禮 有沒有看到 嗯 財經網紅怎麼樣 誤導了喔 誤導 是不是 今晚會規劃對投信與網紅合作 強患管理啊 有沒有看到 嗯 有沒有看到 合作 關注啊 今晚會點出啊 iOSCO 關注年輕人投資 是受財經網紅影響啊 產生誤導你知道嗎 對 一詐欺 我 我跟你講連我都有人利用詐欺 代表很多人很容易被騙 我也是感到難過 你那朋友我會感到難過 對啊 我不是笑我是苦笑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都跟你講 就打電話 0806-6808 我就問一個電話就好了嘛 我問你這是哪一個人說要跟我視訊 我沒有視訊的 有 都有視訊 我是不是常常錄影錄到一半 然後就有人說要跟我視訊 對 還有開會開到一半 也視訊 幾百次了 你怕被騙就OK 就是0806-808 我們公司就整兩個帳號 一個是銀行 一個是土銀 一個是照封的 對 就開這兩個銀行照 我其他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在私階什麼代操 因為私階代操一定違法 對 或者我們公司有這樣的人 你告訴我就出來 我一定請他走 嗯 對啊 你懂不懂 好正事不做 我都問人是沒有啊 嗯 我們沒有做這邊代操的 沒有 你懂不懂 好 簡訊一定是從某個投顧發的 嗯 注意一下事情好不好 我也常常提醒我們這些業務人員 人在座天台看 你看現在網路時代做什麼事都被發現 不要想太多 做正財就好 是 都賺正財啊 你看我都賺正財啊 對啊 你覺得憑我能力 我不能拉一檔股票嗎 我買個五千萬 叫我再叫他們拉一檔股票 我一天就可以賺500萬了 憑我的人數 憑我粉絲 憑我會員人數 我還真的不需要賺到500萬 嗯 告訴我自己 如果做這種事 真的是 我跟你講 我覺得太無恥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 以前老頭顧 以前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人在座天台看 你覺得我是為了錢 還是為了人生的思想 為了人生的夢想 人生 不然我不會喉嚨之前痛 還在跟你講話 對 所以真的不要去 不一定要 你可以不可以一個邏輯是 你不一定要喜歡粉絲絲 可是 絕對不要那種想法是 財經網紅會比較高超 他沒有受金網會限制 你怎麼知道他會出貨給你啊 受管理限制 都會做一些壞的事情 個人外出不受管理限制 你怎麼覺得不會做壞事 我不能說一定會或一定不會 可是機率一定比較高啊 不要那麼容易 我跟你講 免錢的最貴 對啊 人家如果說 欸先生我送你一個1000萬 我免錢讓你吃東西 除非是大賣場那種 只能吃一點點 送我多少東西啊 我都一律不接受 因為我都知道一定有目的 能聽懂嗎 我就是不會告訴你 我告訴你就很清楚 我比如說我要送東西送資料 我是告訴你7萬你加入會員 可是我們是合法的 我也不能逼你做什麼 那我有時候不收會員沒關係 好不好 來趕快來 趕快來留言 趕快來 趕快 欸 下 下幾個了 看一下喔 加1700 對不起 今天是1300最慘的 世界現金只能外遇要在前面 有沒有 我是要噴的 對啊 我說跟紅癌要拉上去 也是要拉上去啊 對不對 難聽要加碼 欸你們今天很多問題 來你的喉嚨 喔對 不要太激動 又來了 你看 我是不是很激動 喉嚨這一次你們就知道這真的是燃燒生命 是 你看一好又開始用喉嚨 用喉嚨 我今天還要去看疫症 他說吹氣啊 如果你們是語言式療師 要吹一個氣 吹一個氣 然後氣泡 那氣泡回到喉嚨裡面 按摩 你看我問那真的一散課喔 哇 吹個氣 吹氣 不是不是不是吹氣 那個拿吸管 然後在水杯裡面 然後水杯裡面要磚水要吹氣 那個氣泡才會回流到喉嚨 喔 有時候按摩你知道嗎 可能是這樣 哇 因為喉嚨你們要按外 你們要按裡面啊 對 對吧 嗯 明天日本結束富裕怎麼看 美元應該會漲吧 雖然現在沒什麼漲 嗯 嗯 美元應該會漲嘛 那美元漲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先買 趕快換日元 嗯 哎呀買日股 還不如買台股啦 好不好 嗯 喔 曾經參加一個玩性分析師 會員沒賺過錢 好 怎麼看玩性是被出貨 我跟你講我不敢確定有 我沒有 所以你這樣講 你也不要難過 不是一定會或一定不會 如果分析師都讓你這個懷疑 我告訴你 財經王我更會有讓你懷疑啊 呵呵 好不好 嗯 太子棋 喔 殘隆呢 殘隆 從頭到尾我就沒有要買殘隆了 對啊 來我請助理來跟我講 助理傳給我那個殘隆 喔 那殘隆他人 來 這個這要講我快氣死了 來PTT對不對 這是Gossip版啦 Gossip版 八卦版 他這個PTT最紅的版了對不對 對 什麼 聽哲哲老師說的買成份股 結果快跌停 蛤 我氣到快崩掉 買什麼咧 爐蹄 嗯 肥宅我昨天看哲哲老師說 不要買00940成份股 不要買00940要買成份股 結果長榮收快跌停 怎麼辦 是不是要繼續抱下去蹲的聲跳的才高呢 抱你寫錯了 抱寫錯字了 好 你看 是爆牌 有差嗎 反正你還有錢 你知不知道現在LINE有用我的對話 我趕緊給你看這圖 他說你知道還有錢 這是我的梗喔 我跟你講喔 你說貼圖嗎 貼圖啊 有我趕緊可以送給你 好啊可以 我可以做 你看 然後你看 他叫你買美債你有聽嗎 呵呵呵 對嘛 是啊 他又沒說要買長榮 你也真好笑 是不是 他推的是神經 你看一堆折粉啊 欸 你沒想到我紅的 你看 咖啡版都有 對折再對折 Focus 你這個預測能力不行喔 少個1喔 你就沒有預測能力啦 有本職跟折折 對坐 看誰先對折 他沒有推長榮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看你不要聽一半嘛 要買承認股 來1700億買什麼 今天買1330億 你問你 你問你一件事啦 買這麼多億 會不會股票拉起來 會 所以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來 算是如果買1000億 大概買92億嘛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我說最後可能會買2000億左右 所以現在最新數字出來了 0940規模多少 1700億 今天買100多億囉 都是0940買的 那這些ETF就是港幣的股票啊 嗯 誇張欸 誇張 那你看他就會買長榮嗎 但理論上他是要買長榮 要買9萬多張 嗯 可是我是他 我會買什麼 我會少買一點 對 我是暫定不代表一定啊 我不知道公開說明書怎麼寫啦 如果公開說明書怎麼寫啦 如果公開說明書沒寫那麼死的話 應該會保留空間啊 我會選誰 我有可能會選殖利率預期怎麼樣 欸這沒有殖利率啊 起死啊 我可能會選殖利率可能聯電 中美金一樣 你懂嗎 我會把聯電放在裡面 因為聯電好像有5%以上啊 高質利率 所以要買鴻海對不對 我不如買我的聯電 你不要到時候聯電噴出去哦 這真好恐怖哦 我跟你講聯電要什麼 還有我講的 可是聯電就算了 因為聯電這個塞牙縫而已嘛 可是這個作用會怎麼樣 會發酵 奶會發酵哦 來看一下哦 我說聯電有沒有可能塞牙縫 有可能 因為聯電要買超10萬張嘛 因為他換算金額大概是56億 嗯 可是56億買10萬張是不是很多哦 嗯 佔股本多少 0.93 佔股本 可能有到可能0.5而已 可是佔 佔 佔著 佔 在外流通股數的比例佔多少 0.93 這個更標準 為什麼更精準 因為我有股本 可是我股本不代表我有100億 不代表 代表我100萬張股票 可不代表100萬張股票 都有在外面流通 大股東不能隨便亂賣股票的 而且賣你知道 庫產股也不行 庫產股只能 大部分只能用來 給員工 或者什麼 或者註銷 所以不能動嘛 你聽懂嗎 好 所以你要扣掉庫產股 扣掉大股東 扣掉統監事實股 這個比例 購買張數 佔這些的比例 佔在外流通股數的比例 扣掉這些在外流通的股數 購買張數 00940購買張數 佔 在外流通股數比 那為什麼不用00919 00919跟00940 是不是成分股基本上一模一樣 對 因為00919 它規模頂多增加個在1、200億 可是00940呢 是瞬間增加1700億 這件事 媽媽一生出來 小孩子不是3000克 是8000克的巨嬰 怎麼辦 怎麼辦 中間一定要灌很多好料 對 所以神機占比 在外流通股數占比最多 有沒有看到 神機 有沒有看到 還有什麼 中美金 群觀 還有漢堂 還有群觀 所以今天漢堂怎麼樣 漢堂長 2404漢堂 是不是籌碼 籌碼 是不是00940一扇半股 對 誰叫你要買 你 你為什麼到第一天 哎呦 我要買00940一扇半股 我問你一件事情 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10天來 你有知道任何00940一扇半股嗎 你怎麼賺00940 你怎麼去申購00940你怎麼賺到錢 這1700億 有任何人一個人賺到錢嗎 沒有 沒有 我一直問你一次 這1700億有任何一個人賺到錢嗎 沒有啊 沒有吧 還賠錢 因為你要先扣手續費 是 這1700億這幾十萬人 全部通通賠錢 因為你要先賠手續費 可是這1700億所有的人幫我抬價 幫著成分股抬價 而且成分股裡面重點是只有我告訴你 買超戰術 占流通股數的占比 因為我是全台灣第一個講台灣50的分析師 對 我那時候講的時候我莉莉在目啦 莉莉在目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主持人叫莉莉嘛 是 這個可能蠻好玩的 車遠了 那個莉莉在目啊 還說郭哲龍 你這個菜鳥分析師你不知道 你講ET5怎麼收會員 那你就不會講暫停嗎 我心裡 為什麼要騙人家每天講暫停 為什麼我就沒有買紅海 為什麼我一定要講我有紅海 我也可以現在馬上叫一個會員買紅海 然後表演紅海 我就不喜歡這樣子嘛 我就喜歡實在績效不行嗎 我用我腦袋告訴你 你看今天是不是他就暫停版 00940成分股多強 是啊 馬上給我一個00940成分股 好不好 我今天好嗨 好不好 我今天好嗨 然後我告訴你 等一下中午晚休息 我告訴你 最重要來了 你一定要看我 看我節目 我先給你3秒鐘時間 再最後一次 嗯 好不好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這邊這邊 今天的留言 留言在哪邊 這邊對不對 加1700對不對 嗯 那00940買1700億台股算2萬 對 我給你最後5秒鐘 趕快 留言更精彩 我等一下告訴你 我不要買紅海 我要買00940成分股 00940在3月29號之前 就會公佈他 前40大 還是所有成分股 嗯 我不知道是30大還是5大 反正所有成分股 嗯 我認為成分股裡面 有另外一個小紅海 你要現在先吃 嗯 現在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可是我給你更精確的資料 我現在是預測他有什麼成分股 他會偷買 你信不信 信 所以你趕快你要讓我嗨 好不好 趕快 哭完我看不夠力了 要改鐵碗 我手都在痛 我要互玩 你們知道啊 真好 他們不要太激動 我很開心啊 你看是不是 他就長上去的 青光是長上去 對 YT很多財經網紅本來考不上 考不上分股 他跟你的說他很厲害 就不是說很難考執照 是不是 之前我們 我是算第一批考上的分股師 喔啊 我算第一批考上 因為以前不用分股師 考上執照 欸是喔 那很多分股師 那時候六七十歲啊 五六十歲啊 隔了兩年還是考上啊 嗯 他們都考上 你說財經網紅 說他是天才 然後考不上 欸 這樣子的人 很容易被騙啦 你不是被網紅騙 你就是被那些人騙啦 嗯 是不是 我也沒有說他叫 我也沒有說他 我也沒有說他 不能來投股公司上班啊 他也不一定要來摸我 不是因為他沒來摸我不高興 而是他本身這樣就不合法 跟我在不同的起發點 我說我不屑 嗯 你懂嗎 這樣不行啊 因為他們可以偷偷做股票 我又不能做 我不開心啊 我要多做股票 我只要一個年多賺幾千萬的 我是認真跟你講 多賺至少幾千萬 嗯 至少 我最近可能要再買那個00687B 喔 來喔 趕快趕快 好 你們留不夠嗨啦 不夠嗨 我不講了 字多了一點 稍等一下 喔 哇 哇 來來來來 趕快趕快趕快 他們知道折粉威力 趕快洗盤洗盤 洗盤洗盤 洗盤洗盤 對啊 他說買你這些網紅課程幹嘛 對啊沒有意思啊對不對 來來來來 來來來 謝謝喔 教育會員表現是紅色的 是 前陣子我不敢說啦 我希望後後 我希望大家慢慢的在賺錢啦 有賺有賠的時候 謝謝你喔 因為前陣子還真的比較差 可是現在看起來要了 好不好 嗯 喔 ok 這樣勉強勉強強 勉勉強強 勉勉強強 趕快 因為等一下我要告訴你成分 股材很精彩 今天節目 只剩十幾分鐘會有 好啦好啦 趕快進廣告啦好不好 最後要喝水好不好 趕快最後321 看起來我滿滿意的 所以下個階段我告訴你 要買小紅海 真的投信也到我所說的嘛 對不對 那今天你看喔 10個交易要買多少 今天投信買多少幾億 136嗎 132 照理說是應該買170幾億 如果關他啦 除非其他投信賣了38億 所以他今天算是 怎麼樣 低標準喔 啊 保守了 所以他今天少買38億 明天可能就買200億了 嗯 還會瘋啦 我告訴你啦 我小學同學都會來 信不信在台灣股市三三萬點 連我幼稚園同學都知道耶 信 幼稚園太誇張了啦 有沒有激動 好啦好啦 等一下下個階段告訴你 你買紅海 不要買了 買紅海 小紅海 買0940的小紅海 他有可能成為他成分股 我等一下獨家告訴你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紅海股價一直漲 但是投資長說已經幫我們掌握到 00940裡面成分股裡面的小紅海 是誰 來啦 我直接給你們破題啦 嗯 下紅海要不要買 有紅海的一定要爆 一定要爆 因為你可能 你不知道是不是下一個管達嘛 嗯 你不要覺得這樣長很陡啊 從100 100長到130 你不要覺得很陡啊 你看一下2382 是不是管達 嗯 他要怎麼長 他從100長到250啊 哦 沒有錯吧 他從100長到250 你聽得懂嗎 所以你不要覺得 紅海現在好像長很多 你不要覺得 真的是紅海如果像管達這樣長的話 他還有70塊可以長 好 可是就紅海而言 他也長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你不如長小紅海 嗯 然後又是大家還沒有發現的 你知道為什麼 00940最近比較難賺嗎 成分股有長 可是難賺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要預期 別人的預期 我判斷你的判斷 嗯 這才能賺到錢 所以問你啊 第一個紅海如果再長下去 紅海集團股票會長 會 紅海集團裡面 我找一個真正的小紅海 小金基 可不可以 可以 好那紅海為什麼長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 開始可能要發鼓勵開始 對 可能有人知道消息了 嗯 我認為有人知道了 嗯 我認為有人知道了 知道消息之後殖利率很高 而且他真的是AI題材 所以你要找紅海裡面有AI題材 重點是什麼 殖利率高 才能列入什麼 列入00940 你贖利率低 成分股 紅海是怎麼做 嗯 沒錯 才能列入940 所以我這個登登登登 這你懂我意思嗎 做我從紅海集團裡面 我找殖利率比較高的股票 叮咚 答案不出來了 來喔 這張圖表自己留著 這則對你很好 哇 紅海4.09 比紅海高的都要留意 好不好 第一個有沒有 金頂電池 電力最持久 然后一个是华瀚 4.44跟4.33 对 基本上都要4以上 不然就管宇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最夯的是 是全值型的ETF 还是高股息ETF 现在最夯的是高股息 所以我要用职力来排 4.44 4.33 华瀚 还有管宇这些 记得没 三档里面 我可能选到一到两档 要买 你都讲完了 我没有讲完 我会跟你讲价格吗 没有 没有 这就是我所谓的小红海 我问你 如果长龙5%都可以列第一名的 我来个4.44%的 然后又有红海题材的 我列入成分果怎么样 可以喔 你听懂吗 我列入成分果怎么样 我告诉你那些投信人员 也会看现行 你听懂吗 那所以我来看一下 来帮我记一下 3413跟6414 还有2328 3413 6414 2328 金鼎你不觉得就是有人在买吗 是不是 投信小买 如果今天投信大买了 是不是他在列成分股 画面给我 29号下礼拜五就会公布了 这10天要买 10天买完以后告诉你有什么成分股 是不是 对 所以 所以这成分股里面 这几档成分股 如果没记错它是50档成分股 我没记错它是50还是30 我要讲的是说这几档成分股里面 我问你比如说本来是1.5%排第15名 如果股价攒一倍 是不是变前10名了 对 前10名以后你才买 要干嘛 你当然是要从小金基变大金基 从小红海变中红海 变得真正股价银红海 涨幅银红海 最近资料出来了 50档成分股 金金有跟我讲 有没有 亮金金 亮金金 所以50档成分股 我们看这边50档成分股 所以在50档成分股里面 我认为我预期里面 可能会有金顶 然后会有华汉 环宇 三个里面至少我认为中一个 然后再配合他的限图 然后他就是红海集团 红海是涨上去他不会涨他吗 真正红海涨 如果红海涨一倍 我认为他的股票里面 小金基里面 可能股票涨两倍到三倍了 你先去想一看我的道理到底合不合逻辑 你再决定要不要参加我会 那合不合逻辑 上次我推论我不是说不要买090 我再问你一件事 现在花了1700亿的几十万的散户朋友们 有任何一个人赚到钱吗 没有 那些僧侣 那些杜禄佛门的那个叫什么 尼姑也好 和善也好 也赚到钱吗 没有 还是赔钱 赔手续费 可是我们已经可以先赚了 来群光2385 我是不是说我要买成分股 有 看一下公贺简讯 2385 群光 来特购会员 好 今天的简讯3月18日礼拜一 恭喜2385群光 股价5盘后狂拉 最后收涨超过5%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来 是什么 00940申购热潮持续发酵 我持续看好他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是 这是不是00940概念股 对 还有什么 等一下 这就是群光 明天 我跟你讲 今天大家不相信神机 不相信这些股票吗 我问你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散户 我问你了解大众心理学 这也是部分 为什么 我能成为台湾最红的生意师 人都是这样子 要眼见为皮 或者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问你 我昨天跟你讲说 1700亿你可能没感觉 今天看到你买 所以大家一起拱这些成分股 我管你是不是泡沫 重点什么 00940就算上市以后 然后没什么涨 重点什么 重点是我先吃到豆腐 你懂我逻辑吗 就算泡沫还是可以赚到钱 只是怎么赚钱 可是最悲哀的是 眼看他楼梯 眼看他楼梯 台湾的房地产 一坪50万太贵了 涨到200万 然后开始也要涨 跌到100万的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跌了100万 然后呢 你人生比较开心吗 还在租房子 然后50 50早上200 再跌到100万 每瓶100万 还攒一倍啊 东西越来越贵 不要骗自己 所以能到眼见为皮的时候 还是知道 你讲的还真对 你讲的还真对 你听懂还说什么吗 你讲的还真对 我真的要吃产物豆腐 就是泡沫有泡沫 赚钱的方式 而且泡沫就更好赚钱 怎么下车而已 怎么懂 怎么下车 这下车就是会员的权利 我现在还要喝点水 喝点水 好 神机 明天可能就有一些人 拉上去了 而且我不止这些 我圣诞里面还有益盘 对 中美金也是什么 占比什么 前几名 前几名的 所以你看我吃完00929的前十大成分股 我要再吃鸿海里面跟940里面的成分股 我还猜测00940里面 这前十胆已经公布了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 第十一名到第五十名 哇 有没有人跟你讨论 没有 然后又兼具鸿海题材 对 看我节目还真精彩 是不是 你这个简单的表格我就做出来给你的 好不好 可是简单的表格我们也是花不少时间 是啊 就是 是粗乎 这样磁力就跟你讲 好不好 所以金鼎有画星号的 跟华瀚 我们六四一四的 华瀚 好 华瀚现行还好 金鼎不错 六四一四 对不对 可是 可是你看喔 明天如果再一根呢 大家会看我的节目是有影响力的 2382嘛 是不是 23 2328 管宇 管达 两个差 管宇就还好 可是你要有说实话吗 主力反而比较喜欢这种股票 因为量很小啊 我平常才一千多张而已 三牙缝不够 我要买这种股票一定要等量出来再说 但是我不会跟主力配合 所以这张股票不是不可能 啦啦啦啦啦 你听懂吗 量又少 又有殖利率高的质债 好不好 那你有没有学到东西 有啦 有 多吃豆腐应该很多 好 哲哲就领先市场 谢谢 因为哲哲比谁都懂财务心理 我真的都不懂财务心理 殖利率是这样 常常被买153亿 没有啊 这什么逻辑 我那时候看常常买几亿 我看一下 他才156亿啦 对对166亿 可是我跟你说真的喔 是预期喔 嗯 可真的会吗 他殖利率 以前他 以前殖利率他是 如果没记错他是40%45% 你现在变5%怎么办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殖利率多少啦 10块变70块是多少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大概差7倍嘛 以前殖利率大概2-30%以上 现在殖利率只有5%而已啊 你听懂吗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会 因为殖利率下滑 调价他的占比 嗯 所以我说过了 你买0090亿成分股 一个最大的要害是什么 我不买常总就是个原因 未来趋势不好嘛 不然我干嘛之前空他 网友们还都知道 所以看我的节目 你不要去猜测我三方 我都是全台湾讲的最赤裸 你要我脱光光吗 想最赤裸的分析师 你还会误解 那你不如参加我会 好不好 最后剩几分钟 啊是不是我没时间 你看哪个老师像我这样 不做生意的啦 他什么 世界先进 来恭喜一下 好今天的简讯 3月18号礼拜一 恭喜5347世界 股价表现不错 再创三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我是说我没有鸿海 没关系我另外全持股 是不是 我有世界 我有联电 是不是 对 世界那时候被人家骂多长 什么世界 你知道一堆玩意儿酸我 到底酸什么 那你现在要跟我道歉吗 他们不会跟我道歉 他们觉得郭忠宏赚钱是应该 错 郭忠宏替会员赚钱是应该 替粉丝赚钱 没有一定要 你要懂吗 我要跟你说实在话 我希望你赚钱 可是没有应该要 或一定要这个权益 这个义务 懂不懂 这是实在话 这么多人我们要扛 我只能帮会员扛而已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世界先进 是不是要喷出去的 OK 世界先进也不错的公司 直接连电再拉起来 连电有个值率题材 也有机会再拉起来 所以你现在要找值率高的股票 好不好 再恭喜 所以连电讲了 还有 见准啦 见准今天的简讯 3月18号礼拜一 恭喜2421见准股价尾盘急拉 最后收涨快5% 首相持股获利虚报 见准这款股票 我跟你讲我快气死了 对啊 都涨别的没涨我的 我就说我可以买虹 算虹 可是没关系 我知道我哲哲选对的 只能选低机起的 我还是会坚持到最后 我还是会成功到最后 哲哲就是有这种自信 哲哲成功过很多次 失败过很多次 我知道失败跟成功的感觉 我知道什么是标果感觉 所以你要相信我 见准还是有机会散散 好 今天这个简讯 我实在太多了 好多 没错啦 欣云怎么样 欣云今天的简讯3月18号 恭喜 3583 欣云股价大涨快9% 准备再创历史新高 已经大赚超过36% 手上持股获利虚报 为什么 台积电题材涨汉坛 因为什么 汉坛也好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云 还有094云身份股 有 汉坛拉了会不会拉欣云 所以台积电到时候拉了 华尔街拉台积电 台积电 ADR拉了 会不会再拉台积电 台积电涨了 会不会再这样做的累股 真的怕什么 我从容到过来 你没看到 别人都不敢讲点数 2万以后都不敢讲 只有我跟你讲2万5 2万5不是一定会到 可是突破2万2万1.2万2 我倒是没有信心的 而且在今年 好 信心要喷了 没时间讲股票了 我们要做生意 好不好 还有中华突破率新高 好不好 再评率新高 好不好 你们自己参考 多一堆获利简讯 好不好 我没有时间了 因为今天时间很忙 我等下要录福利市 还要录2个小时节目 我很忙 而且我今天要开研究会议 所以如果你相信我 欢迎来消息 080668085 或加5LINE私信我 你怕什么造型集团 你就打电话来问 或加5LINE 以这个LINE 以这个Telegram为主 其他多个A 少个A 多个S都不行 不论对我做一切一切 预告前面 哇塞 还有1500亿的至少投信基金 你不吃他豆腐 谁吃 你不吃我一定要吃 想要来赚钱 就一定要来找我 能够赚大钱 借回 00940 1700亿的火水来了 如果你也想要 跟我们一起吃 ETF豆腐的话 电话赶快来电 0800668085 0800668085 Teregram私人帐号 小组 S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J通通假冒 只有这三个帐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regram 我们的LINE 跟Ter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